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新冠疫苗到底會否引發起不育症呢? 我是美國YOUCON 藥者學院的學生,我和我的同學Lincy Tovia 和我的藥者學院一個很出色的教授C. Michael Wright 一起合作做出了這個影片,我們這個影片將會成為我們的 輝瑞摩登納新冠疫苗系列的其中一條影片 我們是會根據COVID-19疫苗的醫學文献和評估 去帶給大家這些信息,這些是我們錄製影片時最新的信息 我們的信息不能成為你的個人醫療保健提供者 提供的醫療建議的替代品,如果你有任何緊急的醫療情況 請職打999,我們沒有在輝瑞摩登納或任何其他組織裏面 我們只不過是想幫大家做出最明知的決定 聲稱輝瑞摩登納的 mRNA相冠疫苗可能會引發起不育症的人說 疫苗裡面的mRNA編碼和人體胎盤發育重要的蛋白 合體數一的mRNA編碼非常相似 有專家做出了一個對比,就是對比這兩個mRNA編碼序列 就說這兩個mRNA編碼並不相似 而且由於疫苗裡面的mRNA編碼和真實病毒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會看到女性在感染了新冠之後 恢復之後也會繼續有這個受孕問題 但是英格蘭公共衛生組織在2020年4月到6月的期間 進行了一個研究,發現死胎率是沒有改變的 然後FDA在審核這個疫苗的時候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 這個疫苗會造成不育症這個不良反應 而且在研究的過程中,如果這個女性參與者是有生育能力的話 他們是必須做一個滑印測試 如果是情陽性的話,他們是必須要退出研究 然後在我們的2020年4月到2020年11月14日的一個研究期間 第三期臨床試驗裡面有23宗懷孕的案件 這23宗懷孕的案件都是他們注射了疫苗之後懷孕的 而其中有12個女性,他們是在我們打了疫苗的組裡面 他們是沒有任何不良反應的 然後有一位女性,她是來自安慰劑組別的 即是沒有打疫苗的組別 她就是懷孕之後是有不良反應的 然後我們也是覺得這個不育症 現在暫時是沒有證據證明不育症 是由這個新冠疫苗帶來的 所以我們也是建議大家為了健康著想打疫苗 周末的使用 兩種魔錶 他的神明 close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